马桶里面 你连对马桶都要慈悲 而且这些里面有很多众生 他们是靠这种不好的味道 不然没办法 他们在夜暴 那你也要在那边培养慈悲 所以各位上厕所快不快了 多上几次吧 你把上厕所当作一种修行 你把生病当作一种修行 所以要利用各种机会 大家来慈悲 好 今天总共念一下 2675只 苍鱼 1070公斤 总共14980元 如果你最近刚好要开银行 你已经知道号码了 慈悲的密码 1498 因为今天放14980 银行说你要四个号码 OK 2675 因为今天放2675只 搞不好你老公说赶快号码给我 他要发了 因为这些号码是慈悲的 利益众生的 今天有这么多出家人 你等一下可能要供养红包了 你可能供养500块 那500是你的功德 所以各位要把任何事情都转为一种慈悲 这个慈悲让别人幸运 这样就好了 因为他不是学佛没关系 但是这个号码是有幸运的 有加持的 所以今天总共放了多少钱 14980 1498 背一下 背一下 你儿子要想说我要用什么号码 1498 这个Lucky的 这么多人 这么多生命 得救了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 我这个人 我要把很多事情都转为一种快乐 一种慈悲 你要让自己 所有负面的事情在你心里都没有 别人伤害你 欺负你 都不会 我看到有些人 脸都不笑了 你可能被欺负久了 你对别人不太相信了 一路一副失恋的样子 欠债的样子 那你要从内心修 你要从内心改变 你内心改变 语言会改变 眼神会改变 像我这个人最可怜 你看几千人都看着我的脸 我一点都不能假装 内心里面一定要真心 不然看你就讨厌 你看我也讨厌 那怎么修呢 所以各位吃狗肉的人 每一个狗看到你都要咬你 救过狗的人 奇怪 狗看到你 咬咬尾巴 不一定 那你现在所谓欢喜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就让众生看到我都欢喜 他现那种欢喜相 那为什么弥勒菩萨能够让众生看到他欢喜 弥勒菩萨没有吃过肉的 对不对 宁可挖自己的骨髓 也没有吃一块肉 弥勒菩萨发愿 将来我成佛了 第一条戒律就是什么 来 不吃肉 这个就是弥勒 而且没有一只动物被杀 在弥勒菩萨的时代 没有人生病 大家都活到八万多岁 所以那是因为弥勒菩萨的心态行为 然后他就会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人可以改变世界的 我很喜欢看很飞行的车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鲜鱼 那个真漂亮 他那个 那种身体 真飞行 真美 所以你要去欣赏 每一种友情的 他生命就像个艺术一样 这样去看待他 然后呢 各位一定要这样培养 你很讨厌狗 那你要开始去爱 去观赏那些狗的美 慢慢你对 你想到狗心里都很快乐 我讲一句实话 好像新加坡人 看到新加坡人不太快乐 我真的有直觉 然后奇怪 因为我看到路上 这么多人走来走去 那个脸都铁板脸 然后我们是个修行人 你看到人 哈喽 你要内心很快乐 那你每天看200个人 就有200次慈悲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你心里在念大悲之后 然后已经看到人 不要看到我 我不会看到你 那这个各位真的要修 因为新加坡那个气氛 还是这么在的 还有那种 虽然人很多 但是却距离很远 距离很远 所以我们修行 就是要看到 任何人都很有缘 你一定做过我妈 你一定做过我姐姐 所以我跟你看到一眼 我就很想跟你讲话 希望你那眼都懂了佛法 各位要开始培养这个 热忱 热忱 所以要有这种 什么 patient 对不对 你要开始有这个动力 有这样 然后很喜欢去 哈喽 哈喽 所以以后明天各位 早上起来先站在路口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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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你是精神游艇 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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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是修行者 你要贴一个标子 我是修行者 我要修微笑 我跟你讲过两天旁边就多一个人在跟你哈喽 哈喽 然后有三个人哈喽 大家都说我在修行 然后他那个铁板脸就变了 然后你老公说 哈喽 你怎么变漂亮 你这么扎眼 我的丑是因为你给我的 谢谢 谢谢 所以你要改变一下自己 我觉得修行就是在追求快乐 也给别人快乐 不要给别人压力 还可以救人家的痛苦 所以各位要快乐一点好不好 等一下去放鱼看哪一个快乐 快乐到家里还在快乐 你今天回去你妈说 你又交到男朋友 是是是交两千多个 太快乐了 因为你要把那个快乐的气氛带给别人 像我这个人我不得不快乐 找我的什么得癌症啊死啊 自杀 然后我回去 啊 那不行了 我一去就是很快乐 没有问题 OK 所有的功德给你 翁啊翁翁啊翁这样 那个死的也不得不跳起来 我都会背的 念一下 十万八千场 放生焉共功德 国际放生护生 八万多场功德 翁啊翁 两千七百万 点灯功德 让你拌到要死 翁啊翁 新加坡的功德 今年法会的功德 我这样就是带到 所以我这次很认真 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去德国 德国要去超度犹太人 超度黑死病 超度战争死亡的 我一定要带着各位的力量 好不好啊 所以各位这几天你不要发飙 我跟你讲 你不要害我 我要带着各位的力量 这个叫元旗法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 互相帮助 好不好啊 所以我永远保持快乐 因为很多人在念我 师父我肚子痛 他一念我就发飙 因为我正在发飙 所以当有人在念你的时候 你要很认真 因为我妈妈 有时候 心情不好 身体不好 他就会念我 跟我爸爸一样 所以我已经知道 我爸爸妈妈都在念我 所以我要随时保持 有力量快乐 好不好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所以我父亲以前 他只要一病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 听到你的声音就心情好 你才知道 因为我保持这种力量 因为我爸爸妈妈 随时被我影响 所以我以我爸爸妈妈 为影响力 来影响别人 因为你对你爸爸妈妈怎么样 所以你 虽然我出家了 我不能天天孝顺他们 但是力量可以给他们 所以我们所做的功德 不断地在影响他们 所以心情不好的人 煮的饭吃的会拉肚子的 真的 我给你百分之一百 你拿叉菜拿摄摄 你老公又死掉了 这饭得不吃 因为你抱怨 控告练的 摄摄摄 所以我跟你讲 你老公没赚钱 身体不好 是因为你苛刻 嘴巴一直苛刻 一直念念念念 要把他念死 所以 所以我认为我没有什么佛法 但是这种乐观 了解佛法 没关系 身体生病 更要乐观 病很快就好起来 你不要被病打倒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念大悲咒 我讲了那么多 是希望各位有悲心才念得出咒 不要念悲哀咒 我中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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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悲咒 你拿来念悲哀咒 因为我得癌症 所以我念大悲咒 得癌症的心态 让你很痛苦 所以你念大悲咒的时候 要有慈悲 有力量 所以癌症就超越了 千万不要在伤口上撒盐巴 了解吗 对方已经在得癌症 很痛苦了 你去帮他念的时候 又一副很悲哀的样子 你要死啊 对方不会好的 让你念得死 因为你的动机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快乐 你这种铁板也念阿弥陀佛 世间苦阿弥陀佛 世间苦是本来的现象 叫你不要在乎它 叫放下 厌离心 西方是快乐的 你念阿弥陀佛 不要一直想着世间苦 世间苦是本然的 叫你放下 因为你执着才会苦 你放下这个世间的 这种苦的执着 那你去观想极乐世界的 清净快乐 那不是转化的吗 所以念佛人有两种 一种是不会往生进入 那种念佛人 因为他一直说别人不好 那个法门不好 那个不好 世间不好 嘴巴念过 这样 这个不是佛陀是 世间的不好 是真相而已 不是 不是别人制造的 这是一个真相 让你看清楚 而懂得放下 得自在 这样而已 所以我在跟各位超度 超度好了没有 对对对 No complaint 不要再跟我说 我老公有外遇 不要再说 师父我哪里痛 哪里痛 哪里痛 师父苦要跟谁说 你们每天 找师父述苦 因为为什么没苦 因为我天天在快乐 没时间痛苦 没时间生病 没有时间烦恼 今天你儿子不听话 算了我去市场就救两头鱼 都比你快乐 你干嘛一直在卡的儿子 怎么样怎么样 师父我老公怎么样 念佛了 你得念老公干嘛 是你自己在找痛苦的 你就一直去 去想慈悲的 想快乐的 那他就会变快乐 因为你快乐 你老公也会快乐 为什么 因为你快乐 他看到你就漂亮了 很亲切了 所以你试试看 今天就放生 很快乐 老公回去 找你干嘛 我找你去看电影 真的还假的 谈恋爱 因为奇怪 因为你改变了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很快乐 没有压力 不会在那边 谁谁念 谁谁念 所以在这一点 我边讲 我一直看各位的脸 有些脸 讲到现在还没超度 没安装 都不笑了 你还真厉害 人家已经笑好多次了 真的是如此 所以我这个人 就算我听不懂 我都会笑 因为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的精神 就是观音菩萨的自在 这一点 我们既然愿意去救生命了 各位不要心机那么重了 你是要来这边骗钱的吗 所以各位要打开 打开你的心 对不对 接纳 接纳 让阳光显出来 所以我今天一来 我看没有太阳 感谢太阳光 他蛮合作的 对不对 天气会好 大家舒服 等一下最好 感谢风神 吹吹凉 所以有一点风 大家把这个快乐 跟这些 念一下 地水火风 所有善神 同享快乐 同享功德 好不好 好啊 这个最重要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 请观音菩萨降临 那法师慈悲 法师就是观音菩萨 好不好啊 慈悲就是观音嘛 各位等一下也要去做观音菩萨 如果你有 等一下过去开始放生 干露水 反正海那么大 多撒干露水 好不好 永不停的慈悲 海水永远 最后会变干露了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 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 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不开心 请不吝点赞 咱们 再次分享 我们下车 请不吝点赞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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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指挥中心 专家小叶做委员 李平营 李辛 五行悉样的英语 费募 跟着手来传练 做好水癢 就可以有好的 干液传练的方向 也是保护自己 跟白蘭最有效的方式 尤其處理便宜靜塑的時候 請大家一定要做好同樣的作詞 第一 要專程掛好水癢 來拍片飛露的傳染 第二 用過的水癢 一定要等去做攝影 不然就像風景的無量 另外給大家提示 處理便宜靜塑的時候 隨時要保持你手的清潔 不然用你的手機 蒙你的眼睛和眼睛和嘴 不然自己就不會去白頭涼到 讓他不穿半巾山 才一定要掛好你的水癢 跟給傳染的方向 就好社区的安全 用另一種方法 進取他的獵人職業 那就是補歡 阿泰 你可真行啊 每次外出都能抓到歡 那當然啦 能在沒有獵槍的情況下 捕捉到獵物 才算是真正的獵人 是啊 最近政府收繳了槍枝 很多人都不再打獵了 阿泰 沒有獵槍 你是怎麼抓到這些歡的呢 哈哈 這可是秘密 不能告訴別人的 最近歡的價格很高呢 阿泰 抓這幾隻歡賺的錢 就足足比我們賺一個月的錢 還多出很多的 是啊 要是我們也能跟他學會補歡 該有多好啊 我們還是不要做這樣的事情比較好 我小時候奶奶經常跟我說 一個關於歡爺爺的故事 傳說我們這裡的草原上 有一隻歡爺爺 這裡所有的歡都是他的孩子 如果誰殺害他的子孫太多的話 歡爺爺會對那個人進行復仇的 這個故事我也聽說過 所以我們這裡的獵人 有個不成文的規定 如果捕捉到一窩歡的話 那絕不能全部殺掉 必須留下一刺一熊進行放生 但阿泰似乎從來不遵守這些規矩 阿泰從來不把自己捕捉歡的秘訣告訴別人 除了他的兒子 阿泰的兒子小君今年十歲 阿泰一直想把他培養成一位獵人 但是小君卻對這種殺戮的職業非常反感 爸爸你又去抓歡了嗎 是啊小君 最近歡的價格一直在飆漲 我們得趁著這個機會 多抓一些賣個好價錢 從明天開始 你就跟我一起去草原 我教你如何抓歡 啊明天我也要去啊 當然啦你必須得去 我今天發現了歡的巢穴 明天我們去將他們一網打尽 我需要你的幫忙 你也得好好跟我學學如何捕捉他們 哦那好吧 第二天阿泰便帶著兒子來到了一處向陽的高坡上 按照父親的吩咐 小君將高坡上所有的洞口都堵上了 只留下兩個 最上面的一個和最下面的一個 其他的洞口你都堵住了嗎 嗯都堵住了 很好今天我就教教你該如何捕捉這些歡 要知道歡可是很狡猾的 如果這些洞口你沒有兜封住的話 他們可是會輕易地逃走的 我們可就會白忙一場的 來現在我就教你如何捕歡 爸爸你這是做什麼啊 我這是為了用煙把洞裡的歡給逼出來 你拿好袋子在這裡等著 他們一出來就立刻逮住他們 難道他們不會從上面的那個洞口跑走嗎 你放心好了 他們絕對會從這個洞口跑出來的 哎呀好刺鼻的味道 趕快守著洞口 一會煙從坡頂上的洞冒出來 我們就該動手了 過沒多久 坡頂的洞裡就冒出了黃煙 此時整個山坡的洞內都已經充滿了有毒的煙霧 他們要出來了 他們要出來了 快做好準備 抓到了 爸爸 你怎麼把他們都打死了 不打死怎麼行啊 這些傢伙凶著呢 要是攻擊起人來 也是很凶猛的 可是老人們不是常說 毒殺歡一定要放生一雄一雌嘛 否則會遭到歡爺爺報復的 那都是騙人的 好不容易抓到這些歡 怎麼能放掉呢 哎呀 裡面還有一隻歡 可惡的傢伙真是太狡猾了 我再試試 他咬住了 我將他拉出來 快用袋子抓住他 爸爸放掉他吧 別啰嗦快抓住他 快抓住他 他要跑了 你幹什麼呀 這麼大的一隻歡 你知道值多少錢嗎 你就這樣讓他跑掉了 爸爸 要是將他們一網打尽的話 會遭到歡爺爺報復的 以後少在我面前提這件事情 歡爺爺 要是看到歡爺爺的話 我一定也把他抓住的 你小子這幾天就跟著我來捕獵 如果像今天這樣表現 你可成不了獵人的 啊 走 回家了 幾天後 阿泰帶著小君來到另一座山 因為他發現這裡隱藏著歡的洞穴 而且這裡面很可能有一些 剛出生沒多久的小歡 來我們將這裡挖開 這裡面很可能是歡的洞穴 爸爸 為什麼今天我們不用毒煙 將他們熏出來啊 這裡面應該是一些小歡居住的 他們就算被熏死也不會爬出來的 所以我們直接挖洞 將他們抓出來就好了 啊 爸爸 我們抓小歡幹什麼 他們身上也不會有太多肉的 都值錢的 你知道什麼 現在很多餐廳都喜歡收購這種小歡的 這樣的野味 聽說價格很貴的 來 別管那麼多了 我們快挖吧 哎呀 哎呀 這裡真有歡動啊 哈哈 我很少看走眼的 哎 哎 還真有不少隻呢 小君 快拿袋子來 爸爸 你不會還要打死他們吧 這次 我不會打死他們 他們是要送到餐廳的 要是被打死了可就不值錢了 我們要抓活的 哈哈哈哈 活得更值錢 爸爸 你聽 他們在哭呢 你看他們那麼小 那麼可憐 我們放過他們吧 你說什麼呢 作為獵人 怎麼能有這種想法 你看好了 我再到周圍看看 這片山似乎還有更多的歡動呢 他們實在是太可憐了 這麼小就要被宰殺做生菜 算了 我把你們放走吧 要是你們被殺掉的話 我的心會不安的 你們快逃命去吧 小君 這裡真是太棒了 我發現整座山就是一個大歡動 嘿嘿 小君 是你把他們都給放走了嗎 是的爸爸 他們真是太可憐了 而且如果你把他們都抓走的話 他們的父母也會傷心的 小君 你真是太不像話了 看來我真的得好好處罚你一下 你才會清醒的 走 你跟我先回家 他們終於得救了 希望這些小傢伙 以後能順順利利的長大 明天我們帶一些工具來 將這整座山的歡一網打盡 明天你要是還敢放掉他們 我就好好修理你一頓的 啊 第二天 阿泰和小君帶著一大堆的工具 來到了山這裡 他們將山上所有的洞口 都給堵住了 只留下山頂和半山坡 兩個大洞口 這次準備將這裡的歡一網打盡 小君 小君 你拿著袋子看好了 今天要是再放走他們的話 我可不會侵擾你 歡啊歡 你們可千萬不能從這個洞口出來啊 你們一定要從山頂那個洞口逃生啊 天啊 他們真的從那裡逃出來了 太棒了 怎麼回事 這些傢伙 竟然從那裡跑出來了 小君 我們趕快過去那裡 抓住他們 來 然而 當阿泰和小君 跑到山頂後 洞裡的歡便不再往外逃竄 這讓阿泰非常生氣 他決定用鐵槍將山頂的洞口挖開 沒多久 原來歡洞的位置 就被他們兩人挖出了一個大洞 而他倆的整個身體 也可以處理於這個洞裡面的 爸爸我們還要挖多久啊 我們把這裡也挖得更深點 然後繼續在下面點火放煙 那樣就算他們從這裡跑出來 也無法爬出這個深洞 現在已經不夠深了 再挖下去我們都爬不上去的 我看也差不多了 走 我們下去繼續點火 就在他倆從深坑裡爬出來的時候 這個深洞突然塌陷了下去 整個頂部升騰起一片灰塵 灰塵消散後 阿泰和小君突然發現 周圍出現了大量的歡 這些歡將他倆團團圍住 天啊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的歡 小君拿好鐵鞘 這些歡來者不善啊 他們想要幹什麼啊 好大的歡啊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歡爺爺 難道真的有歡爺爺 這難道都是真的 爸爸現在該怎麼辦啊 我們可對付不了這麼多的歡啊 他們的牙齒可是非常尖銳的 看來歡爺爺的報復 馬上就要降臨到我們身上了 好險了 爸爸剛才是怎麼回事 他們怎麼都走了 我想那幾隻小歡應該是被你放走的那些 是他們救了我們 小姐 以後我再也不抓歡了 嗯 那經典裡面說了 在這六災日 大家斷一切耳 卻修一切善 能夠增加正面的一皇大帝四大天王 護持人間的力量 也可以消除負面的這些俄羅撒鬼 破壞人間的力量 所以佛陀教有中道的修行 所以我們身為佛弟子 我們加入這個佛陀的力量 願法行龍王 乃至護法上的力量更大 守護世界 願非法行龍王乃至羅刹 尼沒有亡兩 能夠禁除 這個世界沒有不變 乃至單獨存在的個體 一切都是息息相關 息息相關 國與國家之間 人與人之間 人與眾生之間 你看我們殺害了眾生 那麼眾生就會來討報 我們傷害了別人 那無量事 乃至因緣成熟 他就會來討報 所以這種因果觀念 你對待眾生跟對待世界 那就等於在對待自己 你保護眾生保護世界 就在於保護自己 各位要了解這種因緣所生法 一切無自信空 也因為有這個政見 因緣所生法 所以千萬不要傷害眾生 所以呢 而只能去保護幫助眾生 一切法必進空 卻不離開大悲心 跟行為的實踐 所以我們今天 連八萬再見 大家都能夠 攀住在空性無煩惱的狀態 但所做一切 而且廣修功德 來回向 來進化這個世界 中文靜 無論如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